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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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光是我的业绩成长 对客户的方便性也成长 眼前快速标准化的产线 算下来每年蔬果运销量超过两万五千公顿 订单量超过十万张 是国内蔬果供应的龙头 除了量大以外 更需配合通路在下定后一天内立即出货 多样化且时效短的蔬果交易模式 曾让汉光农业廖丁川董事长大伤脑筋 话说在79年 那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供应部队 当时部队的队账非常麻烦 他除了要对每一个单位的钱以外 他还要对品项要合计 刚好呢我们一年会计 我们有出几种人会写 就写了这个 静后跟销后 到了84年 龙会看到自新化的一个重要 所以辅导我们来推动 果菜运销A5电脑化 后来林静佑团队打造一套最适合农企业的ERP系统 让果菜运销管理更便利 透过行动化的理货作业系统 自动汇整每日上百张的订单数量 各组理货人员可以查看并回报数量 亦大幅降低派工与回报时间 提升人员效率 在105年以后 那我们的业绩就是大幅成长 那原来的这个系统应该也不复使用 所以我们再请联储 再帮我们开发一套 功能更多的一个系统来使用 精准的财务管理系统 一条龙串联产销数据 帮助企业掌握利润 分析损耗 大幅提升内部营运管理努力 搭配农艺配智能派车管理 取代过去人工作业的缺点 系统化的追踪物流进度 进行司机管理及确保蔬果品质 达到全程资讯透明化的效益 导致这个ERV系统 你们可以精准的来控管所有的报表 业务推动的定理后的时间 会可以大幅的缩短 财务这方面呢 也建立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资料 我们去训练出 农产批发价格预测模型 叫做农艺查 我们可以提供完整的资讯 让用户来去做查询 这个就是智慧 AI人工技术 在农业应用上面的一个很典型的应用服务